今天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周景文总编辑他写 他说金爆内幕 中国的上海复兴靠售台湾BNT疫苗 狂捞23亿台币 雨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们在晃哥的节目 在九十要客树跟大家讲说 买疫苗呢最大的输家是中国国台办 连上海复兴都可以算是赢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赚到佣金嘛 可是呢我没有想到呢 人家说明的这个佣金究竟有多少 当这个新闻的内幕被揭曝之后呢 我基本上觉得毛骨悚然 原来一季啊 一举公司举八块美元 我们买了一千万剂 所以呢他就自己赚八千万美元的入贷 所以原来呢对于这个上海复兴来讲啊 他可能输掉了政治的面子 但是呢他赢到的是什么呢 金钱的这个理智啊 所以呢这是美方啊现在揭露的事实 所以你要想想看啊 为什么国内有这么多人 基于政治考量也就算了 比如说呢你想帮中国带一宗啊框架 大中华代理权 这个政治的这个魔咒就算了 原来里面运有庞大的商机啦 这庞大的商机原来可以被量化 还有呢另外一个新闻是呢 美国的这一位官员呢在作证的时候 听证的时候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 他在作证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呢 中国捐自己的不要说捐啊 中国拿自己的呢国药跟科兴的疫苗 给Colbase各位想想看啊 当初全世界放在Colbase这个平台 当初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Colbase啊 基本上会根据每个国家 疫情不同的状况 经济发展不同的状况 医疗发展不同的状况 来分配这个疫苗嘛 感觉呢Colbase应该是一个 公共财的平台 可是呢这一位呢 鲍尔在作证的时候告诉大家呢 根据他所掌握的内幕 跟相关的资料是什么 捐疫苗就像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湾的 这个台积电啊或是郭董啊 或是有您机会捐疫苗给政府 我相信呢他们发自那些应当啊 我说应当啊 没有寻求任何对价的回报啦 而且呢我个人还是要补充一下 等疫苗来我一定会好好的谢谢 因为呢中间还是有点变数嘛 等我们所订购这一千万剂的BNT疫苗 我一定会好好谢谢 OK 郭台铭董事长 我也会好好谢谢台积电 这叫做真正你要捐疫苗 基本上是有付出 而不求所谓的回馈嘛 中国是要回馈的啦 我们之前知道啊 你说不要说Covid 一带一路的部分啊 他得到回馈是什么 基本上你就只能用我的疫苗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在一带一路的 相关的合约的部分呢 让我中国长区植入嘛 简单来用疫苗来绑另外的庄 可是我刚才回过来想 Covid S刚才是公共财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基本上应该更不存在 任何政治跟经济利益的 对价关系嘛 就要说中国要的还是钱 也就是说呢 这里面就会有价差的问题 刚才所说的这叫做佣金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的 在Covid S所说的这个内容之中呢 谈的是什么 谈的啊还是经济的回馈 这对那一些各位想想看啊 如果哪些国家最需要 Covid S的平台 台湾现阶段订购之所以比较慢 就是因为我们要优先让给啊 亚拉非第三世界 那些发展较落后 医疗资源较乏的国家嘛 如果你还跟这些国家计较 那叫什么 这叫发灾难产 所以说呢 其实美国的这个官员的作证 在对比呢 步兴抽拥的过程之中呢 我想很多人对中国的幻想 不要太天真浪漫 还有刚才邝科所说的 郭广昌什么人啊 那个那我们等一下 因为这个COVAX 这件事情呢 因为其实COVAX成立的目的 它就是为了要平衡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贫富悬殊的问题嘛 它就是为了平衡说 不希望复国拿到大多数的疫苗 然后穷国都拿不到疫苗 所以COVAX其实是 因为它在世卫底下的一个组织 所以它有一个分配这样的任务 那COVAX基本上 它也希望说你们这些大国呢 有多的疫苗 是不是就用比较便宜的家庭 或者说甚至你送给COVAX 然后COVAX转给其他国家 可是最近 美国揭露一个事实说 中国 国药跟科兴呢 因为得到WHO的紧急使用授权 结果它竟然是把疫苗 它不只 中国不只没有加入COVAX 它还把疫苗卖给COVAX要牟利 所以呢可能连世卫组织的 谭德塞都受不了 所以这个余翔 谭德塞现在好像 是报名吃西瓜欢景吗 大家以前不是觉得说 他是习大大的人吗 因为从去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谭德塞 他一直对于这个中国 他有非常多亲中的言论 大家可以想 可以回想一下 在去年4月的时候 其实谭德塞呢 他甚至在记者会上 发表一个三分钟的言论 来批评台湾 而且告诉台湾人民说 他觉得他受够了 觉得我们台湾一直在抹黑 这个中国有关武汉肺炎 这个病毒的起源的 这个事情 那谭德塞呢 在昨天的记者会 他有特别去提出 就是说这个由于中国啊 他不交出这个武汉肺炎疫情 在中国传播的初期 这几天的原始数据 所以这导致这个 针对中国疫情爆发的起源 的这个调查 这个我们有带子 我们请观众朋友看一下 谭德塞到底是怎么说的 OK 委员 诶 余先生 感觉 谭德塞好像态度转了180度 对其实回顾 这个谭德赛他怎么当上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秘书长 其实过去他就是因为 中国他在这个非洲国家 推动所谓的一带一路 在这个一带一路呢 他拥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资金 挥注到这些非洲国家 所以在这一次 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选举上面 非洲国家是一面的支持谭德赛 所以谭德赛以伊索比亚级 当上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那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 明年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秘书长准备要再交接的一个时刻 那目前看起来谭德赛 为什么态度会有这样的转变 有可能就是因为说 现在世界上民主自由国家 已经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疫情 他是从中国是不是从中国 这个开始爆发的这件事情 一直在调查 那明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秘书长他换人了 有可能这个真相 完全都会被揭露 所以现在谭德赛必须要去讨好 这些民主自由国家 必须要保卫他明年 是不是可以继续连任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保护 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真相 不会接诸给这个世界 的确 所以也希望谭德赛这一次的改变 是真的改变 因为其实他这个改变 是符合地球上多数人的期待 因为美国最近有个民调机构 中国做的民调嘛 说美国大概有超过六成的民众 认为说这个病毒是从中国的 实验室泄漏出来的 所以显然多数人是怀疑的 好那回到这个上海复兴 这个就要请教雨勺了 这个郭广昌 上海复兴郭广昌 这是他真正的大老板 对不对 这是何方人物啊 听说他也几乎是逃过一劫 躲过习近平的斗争 所以说待会故事最精彩的地方 再为大家转述 我先下一个结论 他现阶段叫做 留校察干代罪立功 所以说他一定要百般的 政治正确吧 因为在习近平跟中南海 或是政法委的手中 他是有黑材料的 什么黑材料呢 先说郭广昌发昌 虽然在政治上 他也当过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基本上是全国政协 不是地方小政协啊 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他过去有这样的抬头 可是过去的老板大有来头 他过去的老板是谁 谷立平 谷立平什么人 也就是令计划 令计划曾经担任过 中共统战部部长嘛 当过政协副主席嘛 此次呢 谷立平跟令计划呢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一并就把他清洗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江系人嘛 简单来讲 狡兔死走口喷 我忘了讲啊 令计划除了统战部部长啊 还有呢这个政协副主席之外呢 有一个位置最重要 中国有一个啊 特殊的职务叫秘书帮 秘书帮当到最顶格叫什么 中办主任 中央办公厅主任 这个是啊 真的是某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你可以起程转合 甚至呢可以拿鸡毛当令件 令计划过去 就当过了中办主任 所以他算不算江系 或是某程度上 延续到胡锦涛时期 他应该是江留给胡用的人 胡那时候为什么呢 蛮支持啊 这个呢习近平上位的 因为很简单的地方是啊 在胡锦涛时期 重要的人士都被江泽民 给垄断了嘛 他好像是个光棍的 这个呢总书记 所以呢过去的背景是这样 而谷立平跟令计划 现在都被抓 因为呢不要忘记 在前阵子我还讲过一个秘姓是 他们有个小孩 因为开车啊出车祸死掉了 差点引起啊 中央警卫团的政变嘛 那个啊就是啊 他们的儿子啦 好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令计划古立平呢 背后除了是过去江泽民的 政治关系之外呢 千错万错呢 还有什么呢 如果这样株连九族 以中共政治斗争的话 你是江泽民人马 已经做嗨啊 更重要的地方是呢 在十八大之前 谁跟呢习近平争权 这个斗争呢 薄熙来 他还是薄熙来的嫡系 所以呢 这样郭广昌没有被抓去 秦城监狱馆 所以说我就说嘛 留有郭广昌的意思是什么 你看到薄熙来下场了吧 你看到你前老板 这对夫妇的下场了吧 留你呢半条命的意思是什么 为党国效劳啦 愿效全马之劳啦 所以呢请问呢 这个时候郭广昌担任 复兴国界董事长 这些事情他都很清楚 所以呢他要不要政治正确 要不要无所不用其其 纵使呢上面没下例 虽然我知道国台办了 下了很多指令 但是呢 郭广昌自己一定要 您左勿右更政治正确吧 一个不小心 他是走在钢索上的董事长 一个不小心呢 走错路线呢就完蛋 所以我还是蛮替他担心的 因为合约上面没写中国台湾 而且呢 还写ROC光无台湾 对对对台湾 上面还出现国发会 出现官署的名称 我蛮替他捏麻冷汗的 但是呢 他毕竟还是必须要呢 在整个采购的过程之中呢 充分发挥大中华代理权的角色 卡台湾无所不用其极啊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活在中国官场之中 郭广昌应该要想的 前一个人是谁 马云可以算是中国首富了吧 我共产党说要给你抄家就抄家 要你退休就退休 不让你IPO上市 就不让你IPO上市 然后呢 说你垄断就罚钱 前有这一对夫妇的政治 他们这些呢 政治背景够雄厚吧 说垄就垄 马云不可敌国 说垄就垄 郭广昌现在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 郭广昌现在的心理素质 跟心理条件是什么 所以还有后戏嘛 什么后戏呢 待会儿或许我们会聊到 虞昌 第二天没演完 我很好奇他这次赚了23亿对不对 要不要上脚 这个哦 这个晃哥的假讲耶 这种你今天还留有这样的地位 挂了这样的抬头 让你西光比锦 光天亮丽 站在台前 谁在背后给你车腰是党嘛 就叫你去帮我赚钱的意思就对了 帮让你去帮国家赚钱 帮党赚钱 是你的荣幸 如果呢 党收到多少 分给你那一点点油水 或者继续让你当董事长 刘友权全师的话 对郭尔昌来讲 这是何其荣幸 所以先不要讲他分到多少 先讲讲看 他未来呢 还有什么戏啊可以演 所以我说为什么BNT这个戏 还没有随着 郭台铭跟台积电采购就落幕 不要忘记了 国民党四线市 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